各位好 我们来看范例2 这是一个执行禁止的经典题目 有一艘120公斤重长12公尺的橡皮艇 里面坐了阿飞 阿飞有60公斤重 他从船头跑到船尾 结果船会移动 讲一下 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地板往后推 就我们脚有把地板往后推的感觉 人才会受到反作用力往前进 可是平常地板就不会真的往后推 那是因为地球太重 地球太重就推不动 可是如果今天是跟人的质量差不多的船 那其实就会 就会因为人往后推的力 船就会动了 而且题目又忽略了水面的阻力 忽略水面的阻力 各位也可以想象一下 溜滑板的情况 溜滑板的情况 如果这个滑板够长了 那人在滑板上走路的时候 其实滑板会往后推的 这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运用 我们今天可以运用直行位移公式 就是在我们前几个影片有介绍的 直行位移公式 今天是水平方向 那我们今天就 把位移写成丢台课史 那直行位移公式就是 N1乘上1号的位移 加N2乘上2号的位移 再去除上总质量 那今天呢 并没有外力啊 并没有外力啊 应该说外力的核是零啊 因为水面没有阻力 然后地心引力 跟这个船的浮力也抵消了啊 所以前直方向左右方向 这个船的合力 这个系统的合力都是零啊 什么是这个系统呢 这个系统就是 船和人嘛 船和人视为一个系统 船和人视为一个系统 这样子 好那 起初系统是禁止的 那如果没有外力 如果没有外力的话 应该他也是要维持禁止了 所以 所以 这个直心的位移应该是零啊 应该是零 他就没有位移 直心没有位移 就整个系统并没有前进或后退啊 对不对 因为没有外力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嘛 我们直接把数字带入吧 N1是人的质量60 乘上Δx1 然后 船的质量120 乘上Δx2 底下有没有除 其实没有关系的 因为等号的左边是零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 Δx1 绝对值 比上 比上Δx2 绝对值 就会等于 1 60分之1 比上1 120分之1 也就是2比1 对吧 那题目又有告诉我们船的长度啊 那这种问题呢 就是要画图 画图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人往前走 船也前进 然后刚好人 碰到这个 船尾的时候 人从船头走到船尾的时候 人并不是真的移动12公尺 因为船也前进了 所以是人在接近船尾 船尾也在接近人 所以其实是 船尾的位移 和人的位移 加起来 这些位移的绝对值 加起来才是12公尺 所以从这张图 才可以看得出来 1号的位移 绝对值 加2号位移绝对值 才会是船的长度12公尺 那我们就从刚刚得知 1号位移 2号位移 是2比1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3倍的2号位移 就会等于12 所以最后船的位移 就是2号的位移是多少 4 这就是他的答案 好 谢谢同学